大家好,上集我們講了一些音符 今集李軒老師會跟我們講一些節奏和速度 李軒老師就麻煩你了 彈琴有節奏,每個音有不同的長短 有些是長一點的音,有些是短一點的音 用什麼來顯示呢? 就是有不同的音符的時跡 例如你會看到這版,我們有不同的音名 音符時跡的名字 我們有全音符 有二分音符 四分音符 八分音符 十六分音符 其實還有很多,例如有三二分音符 四分音符都有的 這裡就不說了 我最簡單 可以怎樣想呢? 不如我們全音符 你說是一個蛋糕 嗯 那二分音符呢? 如果我通常會改一個好點的名字 叫二分之一音符 哦,就是蛋糕 對,就是二分之一個蛋糕 如果四分音符就是四分之一個蛋糕 八分音符就是八分之一個蛋糕 那十六分音符就是十六分之一個蛋糕 那蛋糕的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它不是一塊東西 是一個音的長度 那譬如 我用一個秒來代替 那譬如,假設一個全音符 是彈八秒那麼長的話 嗯 那二分音符就是二分之一那麼長 那即是,如果八分音符彈八秒 那二分音符就是彈多少秒呢? 四秒 對,沒錯 那假設一個全音符 繼續彈八秒 嗯 那一個四分音符 即是四分之一那麼長的長度 那即是多少秒呢? 彈兩秒 沒錯 好,那繼續 八分音符 對了,我試試想一下八分音符 嗯 那八分音符就是八分之一那麼長 那如果全音符繼續彈八秒的話 那八分音符是彈多少秒呢? 嗯,一秒 沒錯 好,那說到十六分音符 那十六分音符就是十六分之一 那麼長的長度 用一個全音符去比較 那全音符譬如是八分之一 sorry,全音符是八秒的話 那一個十六分音符是多少秒呢? 有半秒 對,就等於彈半秒那麼長 沒錯 那你就要認熟每一個音符的樣子 譬如全音符的樣子 其實是一個橢圓形 嗯 一個空心的桌圓形 那二分音符的樣子呢? 就是一個空心圓圈 再加一棟 那一棟呢? 有機會向上 有機會向下 嗯 好,那 另外,四分音符的樣子呢? 就是實心圓圈 再加一棟 那些音符符 也都是 所有音符的符符 也是可以向上向下的 那另外八分音符的樣子呢? 就是一個 實心圓圈 加一棟 再加一條尾 那如果單一個 八分音符呢? 就會是加一條尾 如果多個一個 就是兩個或者以上的八分符呢? 我們就會有一環連著那十三元圈加洞 就不會是一條尾 就會有一環連著那些音符 就變成一組的八分音符 可能是兩個或者是以上的 而十六分音符 就變成一個十三元圈加洞 就加兩條尾 即是比起八分符就多多一條 就兩條尾 又是一樣 如果多過一個十六分音符的話 譬如這裏有四個 那其實就會有兩環連著這四個十六分音符 就是這樣解釋 噢 有很多個不同的音符 是啊 十三我們要記屬去那個音符的名字 和關係 即是全音符、二分音符 好 譬如我又考一下你了 一個二分音符的長度 又等於多少個四分音符的長度呢? 一個二分音符就等於半個蛋糕 剛剛這麼說 那一個四分音符就是四分一 那就是兩個四分音符 對 即一個二分音符的長度 就等於兩個四分音符的長度 好 好 又問了 一個四分音符的長度 又等於多少個八分音符的長度呢? 啊 等於四個是嗎? 對 對 對 因為四分之一和百分之一的關係 對 其實呢 慢慢再想想 就會想到一個關係 各位朋友 如果想找李軒老師學彈琴 就電郵去這個網址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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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